今天是April Fall 4月1号愚人节 不管你听到什么样的消息 接收什么样的讯息 可能有些人脑筋要再多转一下 别被人家给整了 包括了像有所谓的山寨八卦周刊 把你的照片放在上面 自己好像变成了八卦新闻的主角 这个也就算了 既然有通讯业者叫手机用 或说传简讯哦 如果说你这个通讯不良的话 你把手机往地上摔着摔 它会摔好了 有的人就很气啊 说我要真摔坏了 谁来负责啊 4月1号愚人节 考验民众的幽默感 有电信业者前天就传给客户 近日由于空气品质不佳 如果你的手机没有信号 或者无法接通 请您用力的将手机往地上一摔 实际的摔 几次后手机就会恢复正常 诶 别真的摔啊 愚人节快乐 还有这一招 翻翻杂志 哇 身边的好朋友 上了狗仔周刊封面 哎呦 是山寨版的周刊啦 会不会太逼真 真的上报吗 我说没有啦 那是台中刊 他仔细看来说 哦 原来如此 这样就有达到那个愚人节的效果 知名的影网站也推出了新功能 在解析度上选择textp档 看的影片当场就像中毒了一样 变成数字马赛克 还说这一点 可以帮网站省下一美元的成本 无议啊不 连知名的美食社群网站 也调皮的把搜寻关键字引擎 谁好梗 管你打的是什么 统统受处 网页设计师疯啦 我和你我别在乎人的情 我和你我别在乎人的情 别生气 博君云校 愚人节骂 中期新闻 杨志明 杨一佳 台北报